大家好,我是彩虹 筛药别再煲汤了,叫哪个好吃的做法 简单令难度,洗手也能一次成功 首先准备300g聚皮厚的筛药 改刀切成小段装入盘中 上锅正熟 然后将正熟的筛药控制多余的水分,倒入到大碗中压成泥 然后再加入25g炼乳 40g糯米粉 20g奶粉 25g自己喜欢吃的果干 如果喜欢吃,也可以多放一点 翻拌均匀,只可以抱团 由于筛药中熟后的汗水量不同 糯米粉的用量要酌性添加 然后在手心里抹点油 取适量刹药泥 揉成圆球 再轻轻按一下 每个刹药球的大小,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做 我这里一共是做了12个 不粘锅预热刷油,放入筛药小饼 盖上盖子,看小火慢煎 煎至底部定型变色后翻面 另一面上色,再次翻面 直到两面都煎至上色满意了 按压小饼软软的即可出锅 这样咱们的刹药小饼就做好了 是不是特别简单 吃起来绵软细腻 还有淡淡的奶香和葡萄干的酸甜 老人和孩子都爱吃哦 喜欢的朋友就赶快试桌吧 美食天天更新 咱们明天见 拜拜